你说谁偷吃谁 除了你儿子还有谁 再给我说一个事实 我就说你儿子 啊 不好了 叶某人的父亲杀人了 小哥 师傅 醒睡了 快醒醒 干嘛呀 我睡得真香呢 你可真的睡得着 快上车 你老弟出事了 啊 出啥事了 我早上刚刚到通过电话呀 谁知道呢 我们赶紧先慢慢过去吧 老爷 把这几桶油送到石心城 好累 老板 哎 你听说了没 她儿子是叶某人 真的吗 就是那个海岛出了名的偷车贼 要是他 我都不敢出门了 就是 老脸都不要了 喂 老爷 前两天给你买的衣服收到了吗 收到了 以后别浪费钱了 哎呀 不浪费 对了 你上期不是说 你东西们都对你很好吗 我昨天给他们买了些特产 明天就到了 哦 是吗 哎 对了 你最近干什么工作 哎 我这边是还不好 不说了 哎 臭小子 不好意思啊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先生 你要贴膜吗 不用了 我这破车贴啥膜呀 哎呀 破车才要贴膜吗 哎 这 给你打个择 两瓶可乐 哎 给你 谢了 拜拜 这小姑娘奇奇怪怪的 结果你把车子开回去后 就发生了爆炸 是的 你可真会编故事啊 我在这附近工作二十年 这哪有贴膜店 我看就是你儿子偷的 不许你诬蔑我儿子 哎 别吵了 看来只有找出他口中所说的贴膜店 才能证明他的清白 不是吧 方伦探 你还真信啊 这里这么大 我才不去找呢 你不去谁去啊 我 难道我追逃 我 难道我追逃